1月24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,第十三届全国委、原会委,原名单正式公布,共2158人。 有陆媒注意到,证监会员主席肖刚的名字,出现在经济界130名委员名单中,此时据其上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,已有23个月,2016年2月20日上午,大陆官媒新华社发布消息,国务院决定,任命刘世瑜伪中,国政监会主席免去肖刚的中国政监会主席职务。 据公开资料,肖刚1958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,1981年,毕业于原湖南财经学院,曾任央行原刑长旅陪检秘书,肖刚一直在金融领域工作。 1995年,37岁时,出任央行计划资金司司长,成为当时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政局级干部。 2003年,45岁的他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。 2013年,接过政监会主席,这一LDQUO,坐在火山口上的职位LDQUO,这一岗位上,肖刚任职位满三年。 期间,2015年中国股市的Utco股灾口,和2016年原版时施锦四拼的Utco熔断新政Utco都让其受到质疑。 2016年2月,十人农行董事长刘氏于接替肖刚任政监会主席,一个月后,经中国国务院批准,肖刚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。 当年9月,刘氏于以政监会扶贫、领导、侠族组长的身份出现在报道中。 至此,肖刚在政监会最后一个公开职务卸任,报道称,作为政监会主席, 这一被受关注的角色,肖刚在卸任后并未就任新职,也没有任何出席经济会议。 论坛的报道,肖刚的前级任政监会主席黎仁后的职务为,收任政监会主席刘洪如, 1995年卸任后,出任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,近年仍出席金融论坛等,对相关话题发生。 第二、第三任主席周道久、周正庆,后军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, 原会副主任委员,2002年周小川辞人后,担任央行刑场, 党委书记至今,上福林后平调至中国银监会主席, 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,原会副主任,肖刚的前任郭树清, 则撰任陕东省省长,去年2月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神监会主席,